大选倒数率诉求再相信蔡英文一次蓝白互相喊话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1日晚间在台中造势晚会表示 九二共事并非台湾要走的路 呼吁民众用选票证明马英九是错的 总统蔡英文在凯道造势晚会感谢人民给民进党八年机会为台湾做事 呼吁曾支持她的民众2024年 请再相信蔡英文一次 因为蔡英文相信赖清德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11日在脸书向民众党支持者喊话表示 白色力量不要再被少数选战幕僚带错路 蓝白要共同合作 政党要轮替 就要投给她与赵绍康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要求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明确表态选后不与民进党合作 柯文哲表示用人为才与不分颜色 若政府弄成没有绿的人 就是搞气饱搞到走火入魔 12日清晨局部低温10度以下投票日留意早晚温差 中央气象署表示 12日受冷气团及辐射冷却影响 中部以北与东北部低温约涉事10至12度 局部地区仍有10度以下低温 晚间至13日 投票日清晨还是有辐射冷却 清晨偏冷 日夜温差大 大台北约14至22度 北部其他地区约11至23度 中部13至25度 南部15至26度 东15至22度 各地情道多云 景东半部零星短暂雨 2023年总税收3.43兆创新高证交税1973亿冲出次高记录 财政部11日公布2023年全国总税收新台币3兆4319亿元与年增5.7% 创新高 优于预算数3617亿元 若加记地延入账 估计上看3900亿元 同时 台股受惠AI题材发酵 带动证交税全年时针1973亿元 写历年次高 展望今年 财政部考量去年全球景气下行 影响企业获利状况 今年营锁税预算编列数成现年检格局 物价涨景气缓去年前11月实质月薪与总薪资均负成长 主计总处11日发布去年11月工业及服务业薪资统计 前11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新台币45457元 但前11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减0.02%与连三年负成长 实质总薪资也是7年来首度落入负成长 国安基金第八次互盘退场完成净利近113亿报酬率于两成 国安基金第八次互台股 已于去年12月25日顺利完成退场 互盘绩效11日出炉 投入金额新台币545.08亿元 总净利112.96亿元 报酬率于两成 官员表示 近来股市表现健康与稳定上涨 退场期间没有对股市造成负面影响 郭台铭否认公开信挺侯康佩宣明志承认经手揣测郭董心里话 近日网传一封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署名的台湾阿明公开信 呼吁选民集中选票给国民党侯康佩 郭台铭办公室11日否认发信 郭台铭好友与连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表示 信是我经手 朋友们商讨 内容应该都是他心里想讲的 国际法院公厅会南非控以色列种族灭绝要求保护巴勒斯坦人权 国际法院11日与12日针对南非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举行公厅会 南非代表指控以色列攻击加萨民生设施 有意毁灭大量巴勒斯坦民族 虽恐数年才审完 但南非希望或法院临时命令停战 金融时报说 中国企业拆电脑灰达游戏显卡改造开发i工具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华府阻挡美国出口高性能处理气候 中国企业使用从标准个人电脑游戏产品拆解下来的灰达晶片 改造来研发i工具 业界专家说 将插进消费者PC主机版以改善游戏绘图的显卡晶片改作他用 是中国因应高端处理器短缺的粗略变通办法 不过 专家与分析师警告 改造挥达产品侵犯挥达智慧财产权 一些游戏显示卡可能会随时遭禁止销往中国 厄瓜多总统宣布与贩毒集团开战于百域锦伦人制 厄瓜多总统诺波亚时日表示 国家正与扣押一百多名预警当人制的贩毒集团交战 厄瓜多各地暴力事件奏声 甚至有持枪歹徒在直播节目中占领电视台 诺波亚在卡内拉广播电台表示说 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 面对这些恐怖组织 我们不能投降 他估计厄瓜多约有两万名活跃的犯罪帮派分子 台湾地形为入侵部队噩梦法媒探讨140年前战役宝贵教训 中国威胁武力犯台下 法国24台11日以台湾海防的一刻说 法国1884年失败入侵之回忆为题 说明140年前一场战役 何以至惊人提供台湾国防人员宝贵一刻 报道指出 台湾地形崎岖 有着茂密丛林和高耸山脉 被形容为入侵部队的噩梦 19世纪末法国军队企图对台发动斩首饰袭击 未料法国人在护尾之一吃了憋 1884年10月8日凌晨法军成功登陆 却在向内陆挺进时遭遇清军顽强抵抗 打了几个小时便被迫撤退 开箱老照片驻美代表蒋亭福向甘乃迪承递国书 蒋亭福是学者从政典型人物 他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时 曾注册新闻学院 后来转念政治及历史 他曾任教天津南开大学于北平清华大学 1935年辞去教职 以非中国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加入国民政府 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后出任驻苏联大使 1962年1月12日蒋亭福大使还治白宫成帝国书 与甘乃迪总统谈话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